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雞腿 今天要為各位帶來的是 悠久之術的星緣角色 選擇建議與相關重要之術 那在開始之前 再麻煩大家幫影片按下一個喜歡 可以的話也請給我一個訂閱 讓我知道各位喜歡悠久之術這個系列的影片 接下來我們就不囉嗦直接開始吧 首先我先把重要之術告訴各位 星緣角色總共有6隻 每隻需要的素材量都一樣 差別只在於要打哪個屬性而已 然後這個紫薇星緣系統是常駐的 就算紫薇活動過後也不會消失 所以無時無刻都可以來製作自己想要的SP角色 但是一般無刻玩家每個月最多只能做出半隻而已 要完整的做出一隻最快需要兩個月才行 為什麼會這麼說是因為 集星之類這個道具 只能從紫薇艱辛戰裡面的活動商店取得 一次活動只能換取一顆 然後把角色做出來需要一顆 突破的時候也需要一顆 然後紫薇活動差不多就是一個月一次 所以正常兩個月只能產出一隻 而課長則是可以透過這個 集星禮包達到一個月一隻的產量 但最多也只能一隻而已 所以在選擇上就必須慎重考慮一下 畢竟角色的能力跟用途都不同 好那玉房真打完了 接下來就讓我好好介紹一下星緣角色吧 那等等都是以技能全開的素質來講解 首先第一隻是火屬性貪狼 第二大捏捏 呃剛才被盜不好意思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的技能搭配 那我會照我自己覺得比較好 讓各位理解的順序來講解 首先是掉率爆發 七星光輝 煎傲 可以對敵方全體造成750%火屬性傷害 並刷新自身共鳴數壞滅的冷卻時間 如果自身處於暴君之爪狀態下 則大膜恢復自身生命值 這套技能大家單看效果感覺很強 對吧 可以給予對手高倍率的全體傷害 而且還會刷新共鳴數的冷卻時間 算是非常厲害的一個掉率爆發 那我直接跟各位說這套技能目前版本完全無法發動 至於為什麼 我等等會在其他技能中提到 再來我們看共鳴數 火星波動 賦與自身暴君之爪效果 再次使用時解除 那效果是提升貪狼100%爆擊傷害 而且是必定重攻擊 普通攻擊還追加100%額外傷害 但是會降低自身20%防禦力 與100%掉率直恢復速度 回合結束時會根據自身最大生命值受到傷害 OK那這個能力可以隨開隨關 簡單說就是大幅提升貪狼的普通攻擊力 給予超級噁心的平A效果 但是降低100%掉率恢復速度的同時 也讓貪狼失去了掉率爆發 這是剛剛提到的原因之一 接下來共鳴數壞滅 對敵方單體造成400%火屬性傷害 若自身處於暴君之爪狀態 則小幅恢復自身生命值 這招就是很普通的一個共鳴 沒什麼好介紹的 好那接下來全都是重點 大家可要仔細聽好了 固有能力侵略的捕獵者 貪狼處於暴君之爪狀態時 會大幅提升自身屬性 但每回合受到傷害 前面這邊是在介紹暴君之爪的效果 然後普通攻擊再次提升 但掉率直恢復速度也再次下降 經過這個能力加暴君之爪 貪狼的掉率爆發確定完全開不出來了 接著固有能力2 對逆境的反抗 貪狼生命值低於40% 提升自身防禦 戰鬥開始 不予自身鬥爭本能效果 那這個鬥爭本能效果就是受到敵方的攻擊之後會進行一次反擊 有可能觸發強化攻擊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常駐反擊buff 這都算是核心能力喔 因為貪狼本身的普通攻擊很痛 所以有沒有這招整體輸出會差非常的多 接著是固有能力3 是每隻SP角色都有效果 就是讓該屬性隊伍能更好的處理有力關卡 最後是同調加護 自身處於暴君之爪狀態時提升防禦力 拿到加入之後就能彌補原本開取暴君之爪降低的防禦力 介紹完貪狼之後 我就給大家一個懶人包分析來決定 自己要不要先做這隻角色 我個人認為貪狼這隻角色 就算是因為紀念組限制掉率爆發的使用 輸出也絕對是遊戲內頂尖之一 普攻打出來傷害保證會讓你非常傻眼 但功能性真的偏低 雖然台服下一個有力關卡是火屬性 可以讓貪狼大顯身手 但老實說沒有他要過關也真的不算難事 大家可以參考我的這部影片 就分享通關組隊教學 所以如果你是為了有力關卡才想做的話 那我絕對不建議你選貪狼當第一位星緣角色 這個角色適合是想要專精火隊的玩家 而且要發揮貪狼真正的價值 必須要課金才能達到頂級隊伍 所以如果你的隊伍裡面目前沒有泳裝冬至的話 就不用把貪狼當作是考慾的選擇了 接下來第二隻是水屬性的文群 由於我怕黃標啦 所以就不說是什麼遮蔽我的雙眼了 首先是掉率爆發七星光威險勝 對敵方全體造成430%水屬性傷害 縮短我方全體水屬性角色 所有共鳴數的冷卻時間兩個回合 並賦予我方全體共鳴效果 若有自身積極性效果的層數為三成以上 則驅散目標一個爭議狀態 這套技能真的非常厲害 傷害方面我們先不管等等都一起介紹 光是可以縮短全隊兩個回合的技能冷卻 這點就足以撐神了 然後這個共鳴效果可以提升50%共鳴數傷害 持續5個回合 光是一個掉率爆發 就能大幅提升水隊的傷害跟技能節奏 若達成條件還能驅散對手一個爭議 那這個積極性我稍後會介紹 接著我們來看共鳴數 夢幻泡影 對敵方單體造成325%水屬性傷害 並賦予防禦下降效果 若自身積極性的乘數為3以上 則追加10萬的無屬性傷害 我先說文群的防禦下降效果超強 可以降低35% 這時候只要搭配主角的通用降防技能 就能一口氣達到上限的55% 把傷害提升到最大化 然後達成條件的10萬傷害算是不如小補 然後共鳴數升羅萬象 對敵方全體造成300%水屬性傷害 若自身積極性效果的乘數為3成以上 則縮短自身共鳴數 幻影泡沫的冷卻時間一個回合 這套技能只要達成條件 就會算有夢幻泡影的冷卻時間一個回合 傷害方面300%看起來很普通 下一個能力我就讓大家知道 文群的定位雖然是特殊輔助 但傷害其實比各位看到的還要噁心很多 固有能力 懶散的博士者 使用任意共鳴數時 不予自身一層積極性效果 若自身積極性效果的乘數在3成以上 進行普通攻擊時 概率縮短自身所有共鳴數的冷卻時間一個回合 那這個積極性對不對 我們在使用共鳴數的時候 就可以拿到一層積極性 那這個積極性的效果 一層可以提升30%的共鳴數傷害 最高可以累積5成 所以剛剛提到的共鳴數傷害 都要再追加上去 現在聽起來是不是變得很可怕 然後3成以上還能靠普攻 有機率的縮短自身所有共鳴數的冷卻時間 光是現階段介紹的技能 允許目前傷害 雕魚爆發已經多給了50% 積極性滿層又再給150% 然後技能方面還在縮短冷卻 光目前看起來就真的噁心到令人害怕了對吧 接下來固有能力 諸如此理解 自身處於積極性狀態時 提升自身異常狀態命中率 以共鳴數上限 對沒錯 只要有積極性 允許又變得更噁心 提升降防的命中率 讓效果可以更容易打出來 然後共鳴數傷害上限的突破 讓輸出再更上一層樓 接著固有能力戰 就是每隻角色都有的效果 就是讓該屬性的隊伍 能更好處理有力關卡 所以不特別介紹 最後同調加護 自身處於積極性狀態時 提升自身調律指揮復速度 就是幫自己更快轉好大宗 然後縮短全隊的技能冷卻 介紹完文娶之後 我一樣給大家一個懶人貓 分析來決定 自己要不要先做這隻角色 我個人認為文娶這隻角色 可以算是SP角色中的佼佼者 本身的傷害不俗 徹底競爭組就能加快隊伍的技能循環 功能性非常全面 在我心目中 絕對是前三隻一定要做的星緣角色 就算是撇除掉妮妮的喜好 也覺得是非常適合大部分玩家 優先製作的SP角色 但前提是隊伍裡必須有泳裝下置 因為就如我常常說的一句話 你沒有一隻好的輸出 再頂的補助 能發揮的效果也是有限啦 所以如果你沒有泳裝下置 那文娶就可以先PASS 不用急著做 但一樣建議要放在前三隻製作名單內 但重點來了 接下來的有力關卡跟超難副本 都跟水隊無關 對單論製作順序來說並非最重要 所以要不要做就看各位的決定 接下來第三隻是地屬性的巨門 隱藏在青年角色中的鋼彈 那首先是掉的力量爆發 七星光輝湮滅 對敵方單體造成500%地屬性傷害 賦予我方全體地屬性角色反擊效果 同時賦予我方全體傷害反擊增傷效果 並賦予自身重攻擊概率上升 同時賦予敵方攻擊下降效果 這套技能直接讓全體隊伍都有反擊能力 而且還能增加額外傷害 然後這個重攻擊概率是100% 持續三個回合 對巨門大絕可以非常快轉好 而巨門的降低攻擊力這個效果 是30% 配合主角技能給予的25% 一樣可以達到上限55% 對手傷害加降也就意味著 可以反擊得更輕鬆 不用害怕被打死 接著共鳴術堅韌 對敵方全體造成265%地屬性傷害 並不予自身堅韌效果 那這個堅韌會提升100%暴擊率 35%暴擊傷害與100%反擊傷害 該效果無法被驅散 老實說技能傷害方面並不出色 但會大幅提升巨門本身的輸出 屬於自嗨技能 接著共鳴術科查布菲爾德 不予自身科查布菲爾德效果 然後不予我方全體全屬性傷害減免 這個科查布菲爾德效果 會提升100%異常狀態抗性 但以我方其他角色承受40%傷害 超級噁心的防禦技能 之後可以讓全隊減免60%的全屬性傷害 簡單來說就是提升巨門的能力 然後去代替隊友承受傷害 基本上普隊單靠這招 整體的存活能力就大幅離間其他隊伍了 接著固有能力 提升自身反擊傷害與防禦力 就是讓巨門變得更坦更痛而已 接著固有能力 解放者之鋼 發動輕攻擊時 提升自身50%強化攻擊概率 然後發動中攻擊時 提升自身30%攻擊力與50%反擊傷害 最後 發動重攻擊時 不予自身前兩個效果 額外再提升傷害上限15% 這招能力簡單來說 就是不管巨門怎麼攻擊 都能享受到一個強大的BUFF 接著固有能力3 就是每隻SP角色都有效果 就是讓該屬性隊伍能更好的處理有力關卡 不用特別介紹 最後是同調加護 使用共鳴數堅韌 額外賦予自身鐵星效果 其他來說就是再次大幅提升巨門的防禦力 然後會代替隊友變成攻擊目標 讓巨門可以多使用幾次 很痛的反擊 介紹完巨門之後 我一樣給大家一個懶人包分析 來決定自己要不要先做這隻角色 我個人認為巨門這角色真的是土隊的救星 在巨門出來之前的土隊 真的只有一個慘字可以形容 巨門的反擊效果可以讓全隊更快轉好 掉率爆發 而且技能方面可以讓土隊變得超耐打 但如此優秀的能力 我還是不推薦早期就製作巨門 主要是因為土有力的關卡還要很久 所以在這段時間裡 雖然讓土隊變猛 但只是殺雞煙用牛刀根本沒有必要 不管怎麼說 我都不建議各位玩家優先選擇巨門 但如果你想要專精土隊 或是想當鋼彈的王牌駕駛員的話 那就做吧 但目前真的沒有任何的幫助 那關於薰原角色的介紹 我會分成上下兩集 這次我是照著遊戲順序來介紹 貪狼、魂曲、巨門 並不是叫各位先做這三隻喔 至於原因是因為製作一集真的太累了 而且在開頭也跟各位說要慎重的考慮一下 所以不要急著做 至於下集我會盡快在明天做好然後上架 再麻煩各位稍等一下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影片內容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啦 還有其他疑問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最後如果你們喜歡這次的影片 請幫我訂閱按讚還有留言 這些對我來說真的都是非常大的鼓勵 我是雞腿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囉